小散热片换大散热片 太难了啊 不想再搞第二次 把原来的散热片拆掉 咱们充一下重量 四个的重量是96.8 再充一下一个的重量 正好是它的两倍 这个难度在于钻孔和公司 要钻48个孔 还要供一遍丝 这是我买的十个钻头 然后两个丝锥 钻头呢是48个孔 我只用了一个钻头 然后丝锥呢 上去前两秒钟就干坏了一个丝锥啊 两个丝锥不够用 这是钻完孔在公司 其实这是我被加速了啊 现实中没这么快 就剩四五个孔公司供完 这就结束了 但是呢丝锥断了啊 就买两根断了 又买了在路上 我一看这个可以装到起子机上用啊 然后就用起子机上去 两秒钟就把它干断了 因为起子机有个冲击嘛 哒哒哒 想一下它就断了 好在它比较长 然后我又磨了一下 继续能用 用它用了很多丝 但是呢 这一块也是断进去了 这断没问题啊 不上就行了 因为它是 固定这个散热片的 有这么多固定也够了 但是呢 这儿 这儿有个断的啊 就是这个 它一断了 断到这里头了 这个是固定管子的 我又取了很长时间 在这儿又转了个孔 把这个钻头也转坏了 其实这一根钻头 我转了四十八个孔 就是最后蛇 就是蛇在这里啊 这个掏不出来 掏不出来 我决定不掏了啊 用这个方案 你看 它不是固定管子了吗 把管子放上去 然后找了一个正好的垫片 往这儿一放 然后这两边上这个螺丝就行了 这儿再上一个螺丝 正好用垫片压着管子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又买了两个丝锥在路上啊 把这几个一供 供完就可以了 现在是几天后 丝锥已经到货啊 已经供完丝 现在是在装散热片 现在已经装上去了啊 装上了 这个管子在这儿 散热片 这里风扇从这儿 从这边吹 然后这边风扇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啊 下一步装壳 咱们测试一下 横功率400瓦测试 大家看一下这个 两小时13分钟 我一共测试了是10分钟 最后结果是60 我主要是看它那个风扇温度啊 达到66度 为什么没有用全功率600瓦测试呢 因为我觉得600瓦的话 它撑不了多长时间 600瓦就相当于咱家一个 4升的电范锅 那个热量 两个风扇我感觉费劲 有的朋友 他测出了温度要比这个低 我觉得和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这个板 接线这块主板 这叫主板 主板是检测这个温度的 他把这个风 这个主板呢 放到这个位置前边了 这个风扇直接吹它的话 它检测的温度肯定要低一些 不过那个有点数据不真实 放这的话是真实的 我也问过这个厂家之后 他说90度都没问题 但是我不敢那样测试 要想让它温度再降点的话 可以在这个位置再加个风扇进去 把这个线取掉 风扇加进去 然后再把线接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长时间大功率 这种放电测试 比如大容量的锂电汁啥的 不太合适 你短时间测量啥的 这都没问题 长时间不太合适 大家可以在视频后面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拜拜